大家好,我是阿影 HBO GO的王牌劇集 House of the Dragon 也即是龍之家族已經推出了兩集 這個星期,不斷有朋友問我 如果沒看過權力遊戲 應不應該開始看這套話題之作呢? 所以我決定今天看完第二集後 立刻做這條片來解答大家的問題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的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又或者你按下面這個按鈕 請我們看電影,支持一下 一開始就回答了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看龍之家族 需不需要先看完八季的權力遊戲呢? 答案是不需要的 因為龍之家族的故事 是發生在權力遊戲的172年之前 如果你不知道172年之後發生什麼 其實對你看現在發生什麼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然後就到第二條問題 究竟值不值得花10個小時去看劇集呢? 如果值得花,分開10個星期每次1個小時去看 還是等10個星期之後一次過馬拉松看10個小時好呢? 這個問題就比較難回答 因為現在只出了兩集 很多劇情根本還未發生 但我心目中其實也有個答案的 不過要解釋這個答案 可能會有第1、2集的劇透成分 你可以自己決定看不看下去了 首先我先離身 我絕對不是權力遊戲的粉絲 雖然八季我也看過 當然只看過一次了 但對於我來說 這套劇由第五季開始崩壞 一直崩壞到第八季全城嚴上 完全是有跡可尋 這是我當年第八季推出之前一個月 我用了自己所有空閒時間來看頭七季 最後得出來的結論 到了真的看第八季的時候 我真的一點都不出奇 如果權力遊戲是一隻股票 就是IPO 時一開始競升 頭二、三、四季都維持穩定的盈利 但由第五季開始 整個趨勢就轉向 一直一直向下 劇情不推進 人物性格急轉向 復筆又不回收等等的情況開始出現 然後每一季都加劇的跌幅 最後跌破的發行價 然後停牌 最後一季更加大崩盤 變廢子 所以不要期望我這段影片會有任何彩蛋 或者對權力遊戲世界的深入研究 我想以一個非勇等的身份 去面對這一季的龍之家族 老實說 King's Landing 裡面有沒有龍的雕像 又或者龍石島的建築有什麼變化 甚至龍與龍之間的血緣關係 這些東西我暫時都沒有興趣 因為這些東西是被粉絲追的 我又未成為粉絲 根本就不想知道這些東西 我打開HBO GO 我希望可以好好地看一個故事 龍之家族第一集 嚴格來說 他還未開始說故事 即是怎樣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日式的偵探漫畫 例如柯南或金田一 他們開始都會有一頁人物介紹 有之後會出現的每個人的大頭 他的名字 職業 年齡 上星期首播的第一集 正正是一整個小時的角色介紹 龍公主 龍公主 首相的女兒 侍衛著士 首相 學士 因為他排了一堆生字 再告訴你每個字 我看完可能會懂多了字 但在看的其實未必算是一個故事 他甚至有一個騎士大會 中間用穿插的方式 拍攝龍王老婆生兒子 以及騎士大會的過程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場 而這場也是我在第一集中 唯一找到有矛盾的一場 就是龍王看著難產的老婆 要想要大還是要小 矛盾是很老套的 但真的 那裡有矛盾 那裡有戲劇 所以這場是有劇力的 但他的劇力維持得不久 因為中間都不夠兩分鐘 龍王決定要大還是要小 矛盾沒有時間在觀眾的腦海裡醞釀 就下定案了 同一時間 觀眾還要嘗試看著一個又一個出場的騎士 嘗試記下他們是甚麼家族 有甚麼身份 腦想感受龍王心裡矛盾的同時 又要記憶新登場的人物 腦會嚴重超載 到了第二集 人物介紹的情況就少了 改為上演龍王再取的爭奪戰 手上的女兒和海軍黑人的女兒 爭著嫁給死了老婆的龍王 龍公主和龍叔 加上又上演一幕 殺老一笨的戲碼 開始有少少矛盾 有少少劇力 但對於我來說 這兩幕的感覺都很蜻蜓點水 每次都好像就爆就爆 但最後還是沒事發生 套用奔雷守門太來的說法 打吧你們 好悶啊 當然啦 粉絲一樣會找到很多東西去滿足自己 例如龍蛋究竟是哪隻龍的蛋呢 例如 Kings Landing 看著海灣的那個灣是哪個灣 又例如龍王砌完城的結構 又又例如 跌破了石頭的龍究竟是哪隻 但對於普通人來說 其實沒什麼所謂 當然啦 如果你的故事之後的爆發力足夠好看 我都可能會變成這種沉筋能底的粉絲 但現在這件事其實還未發生 又或者如果你是權力遊戲的忠實粉絲 可以在留言區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何你這麼喜歡這個系列 是喜歡電視劇還是喜歡小說呢 還是兩樣都很喜歡呢 而第八季又有沒有令你狠下心斷捨離呢 總之 看回頭兩集的龍之家族 我用回剛才的股票的比喻 就好像一個一直橫行的市 中間可能有些小波動 好像快要爆升 或者快要暴跌的形態 但快要停留在快的階段 最後看回兩集 然後出來的結果 原來又是橫言 始終還未到爆發點 這些事你問權力遊戲 或者龍之家族的粉絲 或者圓著小說的讀者也好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那個感受 因為他們不需要人來介紹給他們聽什麼 他們可以背了那麼多隻龍的名字出來 他們可以背龍王家族的族譜給你聽 他們可以告訴你 Cancel Landing 裏面的街道分佈 但對於這些我不是粉絲 甚至一些沒看過權力遊戲的人來講 第一集實在太超載 我覺得有更好的方法 增加每一集的劇力和矛盾程度 然後介紹角色可以讓角色 真的需要出場推動劇情才做 當然我也明白 創作者可能覺得他們根本不需要提高單一集的劇力 單是權力遊戲這四個字 即使你不是粉絲 你也可能會看下去 看看你有什麼把炮 這樣去看 真正有戲劇危機 可能要到第四集才出現 所以他頭三集大可以努力地 儲備角色、復仙、甚至矛盾 到第四集才一次爆出來 到時你一樣會覺得是神劇 所以我覺得這套劇是值得看的 但如果你不是粉絲 就不要一星期一集這樣看 否則就像我這樣 看了兩集 然後發現一切都未開始發生 然後感覺當然不太好受 那就要等下星期了 我建議可以等他一次出十集 你再找一個假期 一次過煮完這十集 這樣劇力真的爆出來時 你就立刻接得住 不用等幾個星期 一定會舒服很多 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 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 再見 A